我们现在的信心和盼望是怎么体现出来的 你信主这么长时间问这样的问题 读神学的问题问这样的问题 你不感到惭愧吗 对不起啊 这个最近压力大有点燥 讲话总盼人啊 我改改 这个压力大的时候就把人的品格体现出来了 最近总盼人 我们现在的信心和盼望 那你首先要理解什么是信心 什么是盼望啊 我们的信当然是 你可以说是信上帝的信 信基督的信 包括相信神的应许的那个信 那我的信 信本身重点不是我的感觉 信心包括知识 包括同意 包括赞同 包括依靠 对不对 他包括我知道 我知道了我管知道也不行 我还得同意他 我同意我赞同这个 还有依靠 我顺从他 既然我同意这个 我就要照着他的火 那你说你有信心怎么体现出来 当然是信心要借着行为活出来 对不对 那个信心具体讲 你信耶稣 那你就要听耶稣的话 你信神是 无所不能的 当然也有软弱的时候 但是至少你相信他的无所不能 你在生活当中就表现出来 你依靠他 对不对 在某种 这个顺从神 遇到障碍的时候 你承认自己的软弱 看到自己的软弱 你依靠他的大能吗 这就是你信靠他的某一个应许 某一个方面的属性和特征的那个体现 这个信不管是静止的 我头脑当中知道 或者我只是我一厢情愿 我里面的某种信念的强烈的那种感觉 那个不是信心啊 圣经里面的信 旧约里面 以色列亚你们要听 你们要行 行 那个就是信 希伯来士的信 他不强调信 他强调行 听了我话就去行的 耶稣的讲道里面很多都是强调行 行为 那是律法主义吗 不是 希伯来士的信心就是行动的 活的 是吧 希伯来士书里面也是 他们不信从神的话 不听从神的话 为什么不听从 亚当为什么不吃了 不信神的话 神说吃的日子必定死 他就吃了 所以悖逆里面一定伴随着不信 当然还有其他的佐料 什么骄傲 私欲等等 盼望也一样 什么叫盼望 神对已经应许的 或者将要成就的 你因着读圣经 听见圣经里面的神的应许 将来主要再临 将来主要复活我们的身体 将来要带来完全的救恩 将来要与神相会 或者说神应许在患难当中 对我们的 赐个我们坚忍和忍耐 必要拯救我们 我们对他将要 就把我们的应许的盼望等等 因着现在的处境 我对将要 神所应许我将要临到我的那个东西 我靠着这个去坚忍 去欢喜 去等候忍耐 那这个就盼望嘛 对不对 你说我盼望主在灵 结果贪爱世界 好像这个世界是全部的话 那你那个盼望和信心就假的呗 发现现在很多基督徒 就是缺乏这种盼望 在基督教历史当中 所有在最痛苦的时候 盼望和信心是最旺盛的时候 逼迫的时候 殉道的时候 贫穷的时候 生存空虚越难的时候 大家对今世活得太辛苦了 各种欲望都看破红尘了 自然开始追求属灵的 改革开放 经济发达了 很多原来有盼望的贫穷的 这种姐妹 因为经济的富裕 教会的富裕 渐渐这种热忱 对基督再灵也不盼望了 盼望那个干嘛 现在活得挺舒服 甚至心里暗暗的嘀咕 千万别早来 我还没结婚呢 千万别早来 我还没抱孙子呢 千万别早来 我这个还没成就 那个还没体验过呢 对不对 教会何等的悲惨 感谢主 上帝兴起一些不法的事情 去逼迫逼迫教会 让教会痛苦一下 生活难了 我们才开始考虑那些 更真实的东西 信心和盼望要想活好 不光是读懂圣经 熟悉圣经 祷告祷告的好 需要点火炉 环境 当然 一种是温水煮青蛙的危险 一种是刀光剑影的逼迫 恐吓 危险患难和 试探都是磨炼我们的 在患难当中忍耐和在试探当中忍耐都是同样重要的 雅各书里面提到的 我们翻译是试炼和试探 但原文单词是一个 所以根据文脉 有的时候讲 神不试探人 但试炼人 试验人 对不对 所以我们需要试炼和试探 加尔文牧师也谈到 在当今的教会里面 试炼和试探对教会有益 感谢主 我们的国家还有很多不法的事情 从一个理想的社会制度来看 不理想 但是对于基督徒的属灵益处 是绝对有益处的 上帝不会做错事 上帝所追求的 要达成的 不是地上的 什么乌托邦 上帝要成就的是永恒的 他的国度 所以他随时可以让一个人精神病 做的所有的决定 都是蠢得不得了 然后让这些百姓受苦 最终让这些百姓 从那种虚妄的安全里面 感到危机的时候 人开始才思想一些 永恒的 不变的 更真实的意义 仔细观察现在 虽然有人跳楼 有人抑郁 有人自杀 但是肯定也有更多的灵魂 开始饥渴 上帝在制造一些悔改 更新捷径 的这样的效果 和赤字幕彪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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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